我们再来关注 在9月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对于有记者提问 关于美国大学现期驱逐中国公位留学生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这一情况如属实 是美国人为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例证 今天早上我注意到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 那么如果属实的话呢 将是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人为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又一个例证 华春莹表示 长期以来 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 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有关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员 占美国全部留学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留学生每年给美国贡献的价值 超过了150亿美元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内的一些极端的反华势力 出于个人的政治私利 和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 处心积虑编造了无数的谎言 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 以莫须有的罪名 甚至动用司法力量 恶意打压中国在美留学生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多少的中国家长们 放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 开放包容多元 本来是美国建国之本立国之机 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 到处充斥着封闭仇恨排外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